科学早期历史一般都从数理和天文讲起 少有谈及联系不那么紧密的医学 但是实际上在如今的近代科学中 医学以及相关的生物学生命科学等等 已经成为科学中重要的主导学科 因此今天我们就来探索一下古代医学的发展源头 医学是与我们人类的生脑并是密切相关的 因此各种移民中都有古老的医学 比如说印度、埃及、巴比伦、波斯等地 还有当然也少不了我们华夏文化中的有名的中医 古人们在生活的实践中发现了一些对病痛有效的动植物 以及矿物于是就有了药物的概念 另外也有了一些医疗知识 最早的医学能追溯到哪个年代呢 在公元前3300年左右的哈拉婆时代 印度和流域人就有了一些牙医方面的知识 古埃及人用沙草籽来记录他们的医学知识 比如说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卡亨纸草文 公元前1700年左右的埃及史密斯纸草文 是世界上第一次关于大脑的记录 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古巴比伦也有医学的记载 黄帝内经他从中国最早的医学记载 成熟于军春秋战国时代或者是更早 随着各个文明考古工作中的新发现 有记录或者有40的年代也不断的在更新 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来自于1991年 那时意大利边境三国中的一个旅行者发现了 一具之后被命名为冰人凹尺的尸体 这具尸体属于一名约在5300年以前的 他在公元前3300年左右死去尸体成为欧洲所保存的最古老的遗憾 如今放在意大利的一个博物馆中 由于凹尺在冰中保存了数千年 为研究古人的DNA提供了一个好机会 这位5000多年前因重见而死的冰人 他的来龙去末和死去死的情景 在我们现代DNA技术面前被破析的一清二楚 这是一个身高1米59的46岁的男子 他患了关节炎和边虫等等毛病 具有土耳其安拉托尼亚的农民血统 这些早期的农民人士生活在地中海和黑海之间 冰人的最后一餐吃的是鹿肉和山羊肉 我们也知道了 他身背弓箭筒和筒腑 穿的衣服是由5种不同的动物皮毛制成的 他背部中箭以后几分钟就死血过多而死 凹齿的发现大大的提早了我们的医学历史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身上有40多处纹身 根据医学分析大部分的纹身位置 是他曾经有过疾病有过疼痛 比如说关节炎疼痛的地方 这些位置与我们现在针灸中的鞋位十分符合 在此之前大家公认的针灸历史是起始于公元前数百年左右 而这个凹齿的发现把这个日期提早了2000多年 不过考古的数据有限变化将来还会更新 数据上少的时候也不能说明很多问题 实际上现代医学与物理学也是类似的 也是发源于希腊经过阿拉伯的转移 然后诞生于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 只是时间稍微吃后几十上百年而已 古代各地名医众多百事流芳 比如说古希腊的西伯克拉底医生 他是以创作了西伯克拉底誓言为名的 被看作是现代医学之父 西伯克拉底他第一个把疾病分类 他分成了急性病慢性病地方性病 以及流行性病等等 他描述了肺病心脏病的一些重要症状 比如说脚趾头指甲的症状 稍后的著名的古希腊医生盖伦 也进行了许多大胆而创新的脑袋手术和眼睛手术 西伯克拉底等等发展了体液医学系统 体液所受到物理四元素理论的影响 认为人体是由四种体液构成的 这其中有血液 黏液 黄胆质和黑胆质 这四种体内四体液持续平衡就造成了疾病 治疗的目的就是要恢复体液的平衡 此外罗马人又发明了许多外科的器材 罗马人是还对脑袋进行手术 他在外科上使用了钳指手术刀 捎作剂 剪刀 缝针 探针和扩张器等等工具 罗马人也是白内障手术的先驱者 在亚历山大博物馆做过研究的西伯菲鲁斯医生 他继承了西伯克拉底传统 重视解剖 一般认为西伯菲鲁斯开创了神经解剖学 哲学先写 亚历斯多德不愧为寓意的后代 他对生物学和医学都颇有研究 对人们争成为生物学的鼻祖 他写了很多生物书籍 医学书籍 还探索灵魂与肉体的关系 认为两者是统一的不可分离的 他的论灵魂是历史上第一步 论述各种心理现象的著作 西伯克拉底撰写了古代医学 盖伦发表过许多解剖学方面的文章 这些文章和书 后人们把这些翻译成了阿拉伯文 然后后来又翻成拉丁文 传到了欧洲阿拉伯人发展了西拿罗马的医学实践 创建了伊斯兰教理医学 设置了最早的医院 而我们中国早期医学的代表人物是扁切 他活跃于春秋时代开启中医之鲜河 他发明了望文问切四大中医真疗法 黄帝内经是现成最早的中医理论著作 而神龙本草经则是最早的中药学的专注人体解剖 是现代西方医学研究的基础 但是我们在春秋时候的中国人已经实施了尸体解剖 使得人们对丈夫的认识有了显著的进步 比如说扁确他曾经明确的提到过 藏以及武藏的概念 在他的著作中有胃肠、膀胱等等名称 记载了对人体消化道各个部分的描述 包括唇、口色、烟、胃、大小肠等等器官 这是当时实际解剖棺材结果的技术 对骨骼血管都有长度和重量的详细记载 与近代解剖学的数据也相差不远 古希腊体验理论与中医的经络学说有些类似 但是随着医学发展解剖发现的事实 现代医学界基本承认体意说是错误理论 反之我们中国人有些却总想在千年以前的点击中寻宝 一般人们更容易接受物理界的理论 兵器旧模型发现心理论 许多传统医疗方法全不是这样 它一直保留到了现在 因为现代医学再进步仍然有一些不治之症 总有人想尝试某些传统医疗的方法 死马当活马一马 希望偶然得到奇迹 这无口非一眼不乏治疗的个例成功 另外一个理由是跟文化有关 这固然与东方思维的方式有关 中国传统医学历史地位 有目共睹 我们要取其精华丰富现代的医学 并不是用它做武器来证明什么或者打败谁 如今医学只有一个 包括所有传统的医学 现代医学 药物频频更坏 更新重要的不是几千年 而是进步有多少多快 科学的发展远不是一个线性函数 两千年三千年 还是五千年都比不上近代的几百年 传统医学终将逐渐的淡出世界 这是历史必然 谢谢观看 下次见